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大家好我是周八片 今天八的片是瑞科和墨蒂第四季第三集 这集真的是很烧脑 深啃玩剧情的我好想啃一口DHA 都说成立人套路声 可捆起来也不及老睿 这整整一集都是他反转又反转的套路 换完终点开始发片 可爱的外孙想来一场史诗集的冒险 老爷只好坐上悬浮椅 啃着汉堡看小莫手脚乱颤 外星的大蜘蛛啃了一口小莫 小莫就这么掉了下去 老睿捞回倔强的外孙 这次冒险的主题是外星盗墓 爷孙亮穿好防护服 从而面对外星人留下的墓穴机关 脸不红气不喘 爷孙亮直抵外星人的棺材板 老睿跳进去摸金 找不见他需要的宝贝 却看见一个红色褶子 想不到被那个可恶的盗窃艺术家杰主先登了 死贼名叫麦尔骑士 整天就喜欢组队一起盗窃 手法基本靠抄袭影视剧里的惊天盗窃案 留下一张折纸撞神弄鬼 包装一下还称之为艺术 老睿很生气决定要搞搞这个人 爷孙亮来到麦尔骑士举办的怪盗大会 小莫一看海报就兴奋了 这对他正在写的关于怪盗的剧本很有帮助 老爷只想快点进去 前台问他们是要游客票还是专家票 老爷表示他们不是怪盗粉丝 所以不要游客票 前台说专家票要逐渐专业的团队才能获得 老爷懒得废话 咱想去哪就去哪 老爷赶紧拉回被电疗伺候的小莫 回到家里给了他一份外星药膏叉叉 这灵丹妙膏得涂在身上不少于十分钟 否则小命不保 可又不能超过十二分钟 否则会变一层怪物 时间就是生命 小莫你可要掐准了 小莫说你就不能买张游客票吗 老爷说那是对这种浮夸大会的变相支持 是信仰的沦陷 他一定要搜罗几个靠谱的伙计组队进去 老爷找到了长生小酒吧的大力王 再找到隐居室外的工具手小妹 又找了个沉迷与赛车的数机怪咖 五个人组成专业怪盗团 终于拿到专家票入场 他们昂首阔步 英姿煞爽 随时准备大盗一场 可刚进门老瑞就甩了他们 还说帮忙进门就是他们的用处 老爷进去后直接撂话砸场子 保安想来轰人却扑了个空 还被一个外套捆绑play 老瑞说你们偷走了我需要的宝石 麦尔骑士表示不想废话 干脆来个堂堂正正的较量 他要挑战老瑞 随先偷到这个水晶骷髅就算赢 老瑞欣然应战 麦尔骑士却立刻召唤他的八骑士魔道团成员 其中三人就是老瑞刚才在门口甩掉的队友 原来他紧随起后就把他们收入麾下 一行人机密配合偷走了水晶骷髅 没错 他现在就在包里静静等待圣者 麦尔骑士自信一抓 愤臭扑鼻 老爷让小莫打开书包 真正的水晶骷髅早就被他收入囊中 原来就在出发之前 老瑞专门组装了一台盗窃机器人 这个机器有强大的智能计算能力 输入几个盗窃题材的经典电影套路 他可以计算出麦尔骑士接下来的盗窃计划 并且给他的盗窃计划增加一个叛变环节 小莫还因此看傻了眼 药膏涂抹超过12分钟变异怪兽 刚才老瑞在门口甩掉他们都在计划之中 盗窃机器人在关键时候用纳米试剂 给骑士魔道团洗了脑 他们把偷来的水晶骷髅上交 老瑞还去厕所包了份大礼 遇到这样的对手 麦尔骑士只好投降 老瑞喊起在座的所有人 原来他们早就在门外排队的时候 就被盗窃机器人利用纳米针迹洗了脑 所有人都服从老瑞的指令 刚才只是在台下配合麦尔骑士演出 老爷早就看这个鸟地方不爽了 命令所有人把这个大会里的一切全都洗洁干净 任务结束 老瑞让盗窃机器人找个地方自动关机 可没想到这个盗窃机器人却拒绝了 他被编程不断去策划劫掠方案 还被编程去研究背叛 他现在就要来个彻底的背叛 说完就喷出纳米洗脑事剂 小某不幸中招 老瑞带上孙子赶紧跑路 并立刻给他解了毒 老瑞表示如果不阻止盗窃机器人 他可能会想办法把世上所有的生物都组织起来 干出一票又一票的大解案 对此老爷说需要召集一帮伙计 他们先是来到大学教室找到变面洞先生 又去火山口里找到狂野的铁匠 再去户外找了个工奴手 最后来到獠牙次元找到那里的马斯克 此时的盗窃机器人组织了巨大力量 在宇宙里寻找目标兴奋作浪 比如盗走了某个星球的星河 面对如此可怕的机器 老爷提出了策略 因为他基于计划和算计 所以咱们就不能制定计划 行为和行动必须要充分随机 为此他需要用到这台随机机器人 可以指挥大家随机行动 所以开始行动的时间也是随机的 不在他们准备好的时候 而是在他们没准备好的时候随机开始 所以现在只能瞎等 老爷掏出电脑玩起了我的世界 工奴手来到门外夜观星象 察觉到这和他们现在的时间不吻合 老爷一听大喊不妙 地球已经被盗窃机器人偷了 他们现在看到的星空 是超大屏幕播放的录像 而盗窃机器人建造的超大空间 里面收藏了很多星球 地球只是其中一粒 老爷表示计划有变 先走为妙 随机机器人却检测到这是很好的随机点 用纳米式机开始了大家的随机行动 老爷随机选择爬到盗窃机器人面前 他吃割土蛋放仓鼠 行为怪异随机 可盗窃机器人不在乎 说他能够计算到一切 老爷表示你可能没那么强 因为我在制造你和随机机器人的时候 曾经调换过你们的脑子 可盗窃机器人表示他早就意识到了 所以趁老爷抓小莫的时候 偷偷和随机机器人换了个位置 老爷表示他也早就知道他会来这手 所以在给他们换脑之前 又先把他们的标签给调换了 你是以为自己换过脑时机 并没有的盗窃机器人 所以你就没有去计算一个问题 当初为了限制盗窃机器人的计算能力 一旦你的芯片预算达到六级方案 就会自爆 没错那就是现在了 老爷微微一笑 可事情还没结束 灯光亮起又出现一个机器人 原来老爷他们在秘密作战会议时候 盗窃机器人已经接管地球 他伪装成随机机器人潜伏左右 所有人看似随机的行为 其实都是他精心计划 用纳米增计实现的结果 甚至刚才的机器自爆也是安排 老爷看大家都到齐了 准备开始最后的表演 他要和盗窃机器人屡屡 到底是谁让对方以为计谋得逞 而实际上自己更胜一筹 留有后手 俗称反转 就这样争论了两个小时 整个故事线反转实在太多 以至于争论到最后 盗窃机器人意识到 最好的盗窃计划 需要无限反转下去 这种无限循环 让他不堪重负 自爆自弃 老爷送走了各路火计 这个庞然大物即将崩塌 小莫却表示现在他有急事 因为约了网菲的人 去看他最近偶心沥血 感到怪盗题材剧本 老爷一反常态 竟然非常支持外孙寻闷 地球晚点再就 先去圆你的梦想吧 小莫在网菲办公室 开始讲起他的剧本 可是越讲越觉得 跟他最近的经历实在太像 各种骚脑的反转 让他神经麻木了 不知整的 他突然觉得好没劲 就离开了办公室 此时门外的老爷邪媚一笑 就在两周前 他还在抱怨小莫最近总是写什么怪盗剧本 都不去参加他的冒险了 莎莎说最近流行向网菲投稿 这比你的冒险更诱惑 老爷不开心 说他会把小莫这种想法从萌芽掐断 莫骂去吼他 说不可以干预小莫的梦想 除非他自己放弃 所以这集的一切都是从那时候开始 老瑞策划了这个庞大复杂的故事线 每一次反转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最终从潜意识里掐灭了小莫 对盗窃题材无聊反转的兴趣 这集主要就是编剧在修脑洞 也是在修老瑞生不可车的套路 为了让小莫乖乖回来冒险 准备的阵仗着实不小 跟聪明人对应 不要看见一个破绽就扑上去 因为那个破绽可能是他的陷阱 或者你假装扑上去 实际留有后手 可或许他也看穿你假装扑上去 他自己又假装被你的假装迷惑 再留个后手等你的后手 嗯 还是不要跟聪明人做对了 为了自己的发际线 跟他们做朋友吧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